音乐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摩克斯基本电学 我是陈正旭老师 好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介绍基本电学六直式PART的部分 电荷在磁场中运动的受力 好 那我们在之前介绍的部分呢 都是指载流导体 在磁场中的受力情形 好 那什么是电荷在磁场中的运动的受力呢 我们来看下去 好 首先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探讨 一个是受力的情况 一个是受力的大小 好 那我们首先来先看一下受力的情况 好 那各位同学呢 老师为各位同学来说明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图一的部分 好 图一的部分呢 其中 打叉叉的部分呢 是阻急磁场的方向 我们是摄入直面的 好 那我们在上面 空间上面呢 放上一个电荷正Q 好 那V呢 就是所谓的Q的运动的方向 好 那速度是V 好 意思就是呢 我们在磁场中呢 放上一个正电荷Q 由左边往右边移动 好 那这样的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佛兰明左手钉则 来决定一下它的受力的情形 首先呢 各位同学如果还记得的话 所谓的电流就是电荷的流动 所以电荷的运动方向就是电流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使用佛兰明左手钉则的时候呢 我们的食指也就是电荷的移动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它指向右边 好 那我们的V的方向呢 V的方向就是 好 更正刚刚讲的中指才是电流流动的方向 那V的方向呢 是磁场的方向 我们比的是摄入直面 好 所以这个电荷在空间这样运动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往上的作用力 把它这样的作用力呢 用图3来表示 也就是电荷由左边往右边移动的时候呢 受力方向是往上的 好 那我们把这样的情况呢 一个 诶 它往右边移动可是受力方向往上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表示成图4的情况 也就是 它往右边移动可是被推往上 所以它其实实际上呢 接下来的运动方向呢 是往右上方移动的 好 也就是蓝色框框框写的部分 好 各位同学可以把图3跟图4做个比较 图3是电荷往右边移动 作用力的方向往上 那图4呢 是把它们两个的运动的方向相加起来 我们可以得到V1的方向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好 它往V1的方向移动以后呢 就是呈现图5的情况 好 那首先呢 那个 我们用灰色的部分代表它是它过去的轨迹 好 现在彩色的部分也就是 红色电荷的部分呢 就是它现在的轨迹 它是往右上方移动的 好 那我们把这样的情况呢 一样用佛兰明的 左手定则呢 再来决定一下它接下来的受力方向是怎么样 好 我们把焦点放在图6的部分 好 也就是蓝色框框框框框的部分 好 那我们一样可以用佛兰明的左手定则 来决定它的受力的情况是怎么样 好 那受力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图8的部分 它受力方向是 F5是往左上方的 那可是它受力方向 它前进的方向是往右上方的 所以它的合力是V2的部分 好 所以它接下来的轨迹呢 会跑到图9的 图9的地方这样子 各位同学可以把焦点放在图9来看一下 那我们把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各位同学呢 继续把它延伸下去的话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电荷呢 是在磁场中呈现逆时针的圆周运动 好 而且还蛮规律的 好 那这个情况呢 可以做什么应用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 以前在用的CRT的萤幕 好 这上面的 显示的像素啊 打点 都是利用这样的原理 好 就是在磁场中的空间 打上一个电荷 好 可以做一下它的 它的移动 它的方向怎么控制 这些都可以做得到 好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 受力的大小 好 那受力的大小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三个 题目给的条件把它撑起来就可以 也就是所谓的VQV 好 所谓的V的话 就是磁通密度 一样是特斯拉 Q的话就是电荷量 C 库轮 V的话就是电荷在磁场中的 移动的速度 好 我们把这三个 把它乘起来 就是它的作用力的大小 好 所以我们有介绍过 作用力的方向 跟作用力的大小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来做 接下来的题目 好 那我们来带上一个范例 来 好 为各位同学来讲解 好 如图所是 V等于10的-2次方特斯拉 Q等于10的-3次方库轮 好 V等于100 公尺每秒 它说求第一个 Q的作用力是多少 好 那我们把题目给的条件 把它列出来 V就是10的-2次方特斯拉 Q是10的-3次方库轮 V的话是100公尺每秒 好 那我们就带公式 F等于VQV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是10的-2次方 乘上10的-3次方再乘上100 好 那我们这样算出来是10的-3次方牛顿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电荷的运动轨迹是如何呢 好 运动轨迹的话呢 我们刚刚在前面讲解部分 有各位同学说明过了 它运动轨迹是逆时针的圆周运动 好 那各位同学呢 你们在练习这题的时候呢 可以把Q改成-10的-3次方库轮 好 去体验看看说 它的运动轨迹 会不会变成瞬时针的圆周运动 好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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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жел gor 感谢观看